就在北韓跟俄羅斯加強合作之際 現在卻傳出了俄國的強人總統普丁 暴受入獄 才看到網路上流傳的圖片了 這個他赤裸的站著 手裡是拿著了一根木棍 而另外一張圖像 則是普丁站在看似牢房的地方 當然很明顯 這兩張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圖片了 但誰這麼大膽敢惡搞普丁呢 原來這是俄羅斯最大的官營 來看到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 他們所開發的AI聊天機器人 叫做康定斯基 那麼他所生成的普丁入肩裸體圖 那麼其實輸入裸體普丁這樣的關鍵字 就出現這樣的圖片 結果相關的開發者就被傳喚了 因為對俄羅斯造成了負面形象 那我們也知道AI生成的圖片 成為選戰的宣傳工具 如果沒有特別標注 越聽眾難以分辨真假 早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美國共和黨為了打擊拜登 其實就透過AI來生成的廣告 來打擊他 影片當中看到出現 臺灣的101大樓被轟炸 美國的街頭也充滿了肅殺之氣 他們想要展現說 拜登連任的話 可能會出現這樣子的景象 祭出恐嚇牌 那麼由於明年許多國家 就要進入大選了 包括臉書跟IG 現在都要求政治廣告得要來披露 是否使用AI 另外微軟的部分也宣布使用數位 浮水印工具來驗證圖片 還有影像的真實性 確保選舉沒有假訊息 詞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